韩南新清秀贤,近来凭着《来自新型的女》中的都明俊教授暴红,教授的独特魅力掀起全民追星热潮,也让他在攀上事业巅峰。 不过却有网友发现,他多年前曾在短片电影《最坏的朋友》中,被同线女星伸手打手枪,过激尺度让不少粉丝看闪了眼。 清秀贤2011年才靠着韩剧《Dream High》走红,不过他在2009年拍的短片电影《最坏的朋友》意外被网友起底,试验一名对人生迷惘的青少年。 其中一幕他躺在地板上沉思的桥段,身边的女性有人,竟突然将手伸进他的护装里打手枪,让他吓得不知所措,但两人最后还是男人欲望发生关系。 虽然十九进的情谊短片又重新被讨论,但人不损金秀贤的高人气,有粉丝护航表示,偶像果然是天生演员,演什么就像什么,但也有人调侃,不知道千颂一看到这段影片会不会气炸了。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